你可以看到有一個戴口罩解鎖FaceID的選項 它有一個新增眼鏡的選項 可以讓你在戴口罩又戴眼鏡的同時 一樣可以解鎖FaceID iOS 15.3才推出沒有兩天 蘋果今天就馬上推出了iOS 15.4的Beta測試版 而且還加入了兩個超級重要的新功能 一個就是FaceID終於支援真正的戴口罩解鎖 還有就是大家期待很久的Mac Universal Control 通用控制終於出現了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FaceID戴口罩解鎖 雖然說之前蘋果有出了透過Apple Watch來解鎖iPhone 但其實這個功能它還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比方說你只能在解鎖手機的時候 可以透過Apple Watch來輔助 如果說你是要用Apple Pay 或者是Line Pay接口支付 或者是像是iCloud鑰匙圈 這些要透過App來解鎖的FaceID 都沒有辦法直接用Apple Watch來幫忙 你如果戴著口罩在外面要用 你還是得去輸入密碼 或者是要把口罩拉下來才可以 再來就是如果你戴著手錶 然後旁邊的人直接拿了你的iPhone 它就可以直接一滑就直接幫你解鎖 但現在你只要升級到iOS15.4 Beta版 注意是Beta版 正式版但還沒開始出來 你只要升級上去 就可以幫你的iPhone加入戴口罩解鎖FaceID的功能 進到FaceID設定這邊 你可以看到有一個戴口罩解鎖FaceID的選項 只要把這個開關給打開 就可以直接戴著口罩來解鎖FaceID 然後下面它有一個新增眼鏡的選項 可以讓你在戴口罩又戴眼鏡的同時 一樣可以解鎖FaceID 你只要重新掃描一次 你戴著眼鏡的樣貌就可以了 如果說你有其他眼鏡的話 你也可以再去掃描一次 來增加新的眼鏡的樣貌 我們剛剛嘗試 是你最多可以加到四副眼鏡 這樣子你就可以在戴不同眼鏡的時候 又戴口罩 還是一樣可以解鎖FaceID 但你要注意一下就是 雖然說現在你可以戴著口罩解鎖FaceID 但是如果說你是戴著墨鏡的話 這個功能就沒有辦法用 因為它需要去辨識你眼睛的生物特徵 所以說這個部分 你可能就是要去妥協一下 所以說像我現在 我其實就算不戴手錶 我戴著口罩 一樣可以直接一滑 就直接幫iPhone給解鎖 然後你看我如果在LinePay 或者是ApplePay上面 同樣也是可以直接很自然的 戴著眼鏡戴著口罩 就直接幫我給掃描完成 我就可以直接拿去付款了 完全不用再把口罩拉下來 或者是要再另外去輸入密碼 不過目前在這個Beta版下面 戴口罩解鎖FaceID的功能 其實只有在iPhone 12 跟iPhone 10X上面可以用 如果你是在iPhone 11以前的手機 還是得去搭配Apple Watch 才可以解鎖FaceID 至於未來正式版出來的時候 蘋果會不會加入更早以前的手機的話 也是得到未來才會知道 但還有一件讓人很失望的事情 就是這個功能你在iPad Pro上面也看不到 所以說如果你人在外面使用iPad Pro 你還是得乖乖去輸入密碼才可以 就是希望蘋果未來 也是可以把這個功能一併加到iPad Pro裡面 這樣子用起來當然也會比較順手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通用控制 它跟Sitecard不一樣 Sitecard是單純把你的iPad 變成你的延伸螢幕 通用控制是直接讓你可以跨裝置去控制 你現在只要靠一套鍵盤滑鼠 就可以在多台的Mac 還有iPad之間自由切換 這個功能目前是要升級到 iPadOS 15.4的Beta版 跟MacOS 12.3Beta版才可以玩 你只要都升級好之後 就可以在Mac的顯示器設定裡面 看到這個加入顯示器的地方 然後裡面有一個叫做 連結鍵盤和滑鼠的選項 在這裡面 你就可以看到目前手邊有支援的裝置有哪些 你只要選好之後 它就可以調整另外一台螢幕的相對位置 這個時候你只要把你的游標移到你電腦的邊緣 它就會自動直接切換到你的iPad上面 然後你就可以在iPad上面 用這一組鍵盤滑鼠來控制 比方說開App 或者是直接在電腦上面原本的鍵盤 來輸入iPad上面的內容也可以 反過來也是一樣的 你可以直接用iPad身上的Magic Keyboard 把iPad的游標移到電腦身上 它就會直接自動幫你接手 讓你用iPad的Magic Keyboard來控制電腦 等於說我現在可以直接把iPad放在我螢幕的下面 然後全程只靠iPad的Magic Keyboard 就可以很方便的在兩個系統之間做切換 而且這個功能還不只是切換鍵盤滑鼠而已 你還可以拿它來拷貝檔案 你只要直接在電腦上面拉住這個檔案 然後很自然的把它給拖到iPad上面 它就直接幫你複製過來了 而且這可以在大部分的App上面都可以通用 速度也還蠻快的 所以說這在一些iPad上面才有 但是Mac上沒有的App就還蠻方便的 比方說我可以在iPad的Procreate上面畫了一張圖 我就可以直接從iPad上面按著這個專案 然後拖到Mac裡面 它就會自動幫我轉換成JPG檔 然後存到我的Mac Finder裡面 你完全不用再去另外輸出 然後還要在那邊點AirDrop 直接這樣子拉著過去 就是真的超級方便 那我們自己也試了一下 用大概1GB上下的影片 可以直接這樣子丟 而且傳輸的速度也是蠻快的 只要在1分鐘之內 它就可以直接幫你複製完成 但這個功能也不單純只是在iPad跟Mac之間而已 你在兩台甚至是三台Mac之間互相這樣子丟檔案 也沒有問題 整體的使用度會更高 不過我們目前這樣子用下來是覺得 iPad跟Mac之間的通用控制 在我們日常的工作使用場景裡面 其實好像也用不太到 如果說你們有什麼有趣的用法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來跟我們大家一起討論 這就是這一次iOS15.4更新的兩個重要的功能 不過他們還有很多一些小功能一樣有更新 用起來也還蠻不錯的 我們這邊就不特別講